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10相機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Leica M10相機 雖然這部相機在2017年已經推出了 但當時賣得比較高 價錢是港幣65000元 到現在 過了三年 價錢回落不少 到達不到50000元便可以買到一部 值不值得入手呢 就看你自己的決定 其實影像方面 都是2400萬像 但拍攝出來的畫面 細緻度是有增加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 ISO 提升了 由100至5萬 ISO 提升了不少 另外 Wide Balance 方面 更加精準了 尤其就算在室內 也有改善 另外會有 Wi-Fi 有 GPS GPS 加了一粒 Visiofax 在這裏 是一個電子觀景窗 有另一個功能可以做到 GPS 的效果 譬如說 你有時出去外面拍照 可以記錄當時的位置 對於日後調查資料便很有幫助 在 Rangefinder 方面 窗戶加大了 比較好看一點 像我戴眼鏡 看得舒服一點 還有放大比率 就是由之前 M240 的 0.68 到現在 是轉到放大了 0.73 了 放大了 自然好看了 重量方面 即使連電池 都算是660克 相對於240來說 是輕了不少的 譬如說你日常拿著 其實會更加感受到這件事 機身的厚度方面 跟240比 跟菲林肌的厚度一樣 跟菲林肌的厚度一樣 這個比例其實不只是薄了關係 而是整體的比例是好很多 如果你是厚一點的話 你會覺得它很淪淨 但太薄的話就變得很淡薄 這個厚度其實當初 Leica是考慮了很多因素 才能設計到這個厚度 這個長城闊城高的比例出來 相對來說 這個是非常 人體工學方面做得非常好 這個Leica現在是 因應菲林肌的尺寸去做轉 因為之前可能是 配合不到電子零件的尺寸問題 就變成達不到 現在是可以縮小了很多 另外就是 槍砌這方面 這個ISO 之前沒有這個 現在加多了這個ISO盤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ISO盤 在你不穿機的時候 可以看到所有的參數 是光圈 快門速度 以及ISO ISO分別由100至6400 當中還有一個A mode 就是自動 還有就是M mode 當你挑選的ISO範圍 並不在你想要的範圍 你可以設定一個M mode 然後在M mode 設定你想要的東西 譬如說是五萬 你可以設定一個五萬 進去M mode 裡面的Menu 設定這個東西 然後選擇它 選擇M 選擇M 這個變成很方便 又不複雜 但是也因應你的需要 做到一些特別的要求 好了 我們現在介紹一下 相機前方的按鈕 是怎樣用的 譬如說這個 銀色這顆 就是拆鏡頭那時候用的 拆鏡頭 要按一顆按鈕才可以拆 當你安裝鏡頭的時候 是不需要的 它自動會彈回 在上方有一個黑色的按鈕 這顆按鈕就是 當你用Live View的時候 就按了它 然後有一個拨鈕 在這裡拨回去 就可以控制 那個放大比率 有1倍 5倍 以及10倍 另外就是一個拨桿 這個是一個Wingfinder 框線的拨桿 你可以預覽了 你會拍攝到的 範圍是什麼 看看上面這裏 上面這裏 就是ISO盤 ISO盤 最好是兩隻手指一齊 有A mode 即是自動 有100 200 400 800 1600 3200 以及6400 還有一個就是MO 這個是當你自己設定了 在Menu裡面 設定了多少 你選擇的MO 就可以了 我們看看後面的背部 後面的背部 後面的顯示器 比之前的大了少少 還有那個 解像度是去到103萬 比之前的240高了 按鈕方面也簡潔了 之前有六個按鈕 現在只有三個 分別是LV 即是Live View 即是Live View 的意思 還有Play 即是看照片 另外就是Menu 有顯示燈 在這邊也是保持支持一樣 上下左右 以及中間有一個抗認掣 還有這邊有一個Lola 可以推左推右去選擇不同的東西 至於上面方面 按鈕上面也是更加簡單 只有On和Off 在快門速度方面 跟之前不是一樣 沒有改變 另外這個位置 不會像240一樣 有一個東西在這裡插進去 其實它的腳仔 就在這裡插進去 其實在市面 有不少皮套牌子 這個是其中一個 做得比較好些 像這個 它可以揭開蓋子 可以換電 可以直接在這裡拿出來 以及換卡 很方便 就不像之前的皮套一樣 要拆掉皮套 才可以把電池 或者SD卡拿出來 這個就很方便 拆下去 還有一個蓋子 有一個攝石 很方便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這裡有些少許的握手位 握下去就好握一點 也增加了少許的厚度 不過在說拜拜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給我一個like 拜拜